iPhone 16 預計在9月份要出來 我們手上這些舊款的這些 iPhone 手機 或者是舊款的這個 iPad 要怎麼做這個廢物利用呢 我今天的影片要分享10個 關於視訊直播相關的這樣的廢物利用的用法 第一個你可以將你的 iPhone 當成是一個 IPCAD 或者是一個行車記錄器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YouTube 帳號嘛 我的想法就是 你就用你的這個 YouTube 帳號 然後做這個直播 你就可以放在車子上面 當成是一個行動的這個 這個行車記錄器 而且還免費備份到你的這個線上的雲端 是免費的 當然你也可以駕在家裡啊 做這個直播 你設計是很私人的 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看嘛 那所以啊你就可以在遠端 隨時的監控你家裡的情況 有一個問題要跟大家分享是說 你用這個 YouTube 直播啊 他的政策一直在改變 以目前這個來說 YouTube 能夠允許你直播 是需要50個人的訂閱 如果你這個帳號沒有50個訂閱 也是可以做直播的功能 沒有問題 你就要用第三方的這個 APP 你可以用我們公司有一款 APP 叫做這個 Media Link Live 這一款我們就可以做直播了 這樣子啊你要去設定你的 YouTube 跟 YouTube 帳號綁定 綁定在一起 這樣子就可以透過第三方的軟體 去免費的做 YouTube 直播 這時候就沒有50個人的限制了 第二個啊你可以將你的舊款的 iPhone 手機啊 當成是你直播的音效的罐頭聲音的來源 你可以去下載相關的這些罐頭音效 比如說我下載這個 然後呢你按下去 有那個罐頭聲 這樣子都可以 然後呢透過這個 3.5mm 的這個接口 這樣連接到你的 iPhone 然後呢再連接到你的筆記電腦 筆記電腦後面都有這個 3.5mm 的洞就接進去 不管你的筆電是3.5mm 的一個洞還是兩個洞 因為他是聲音輸出到你的筆電 都可以連接沒有問題 來加一點拍手的 笑聲 那如果啊 你的 iPhone 沒有3.5mm 的這個接口 可能是 iPhone X 那怎麼廢物利用呢 沒關係 你可以透過這個 升卡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升卡 很便宜啊 你去淘寶買一個才 30塊 40塊人民幣 真的沒有騙你沒有唬爛你 就這麼便宜 你就打開這個電源 然後呢 你用你的手機去連接生卡 啊 生卡連完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 音響的輸出 然後這音響的輸出啊 再連接這個 3.5mm 的線 那連接到你的筆記電腦 玩法都一樣 升卡真的很便宜啊 你就去淘寶買就有了 第三個應用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如何將你的 iPhone 或者是你的 iPad 當成是一個螢幕 我現在介紹的是屬於的無線方式的連接 我介紹用 串向這個設備叫做無線的HDI轉 iOS的轉換器 這個這個東西是 這地方的接口是HDI的接口 你可以接這個 任天堂的鼠疫區啊 或者是接這種 DVD播放器 怎麼接進去這樣子 這邊就是把訊號灌進去之後 然後呢 你的 iPad 或者是 iPhone 用無線去連接這一款 的無線 然後呢 就可以觀看 同一個時間點啊 你可以讓安卓啊 或者是 iPad 或者 iPhone 同時的觀看都沒有問題 應用方面呢 你可能可以連接這個單眼相機啊 或是連接這個 switch 啊 或是連接一些什麼藍光 DVD 來播放來觀看 沒有問題的 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警告一下就是 這一款雖然可以同一個時間點 分享給 iPad iPhone 或者安卓手機 同一個時間點可以試台 應該那麼有問題 可是他的聲音會有一點點雜訊 所以你非常在意聲音的品質的話 可能要特別的注意 可能要分享那種單純的影像那種會比較好 第四個我要分享的是 我可以讓這個舊款的這個 iPhone 當成是一個廣告機 你就可以省下那個廣告機的那個機上盒了 你只要在上面拿那個循環播放 你要廣告的那個影片都可以 怎麼使用呢 很簡單 我用這一個 Fibon 手機直視全部的投影器 這邊啊就是連接電源 然後呢這邊就是 HDI 輸出 連接到電視 然後把電視轉90度就可以 然後這邊有個 USB 的接口 連接到 Lightning 的線 然後最後啊 將你的 Lightning 的線 連接到你的 iPhone 你看他就成功投影到你的電視 你只要把你的電視 轉90度就可以了 這時候啊你只要播放多媒體的影片 就成了你的廣告機 你可以放在你的櫥窗上面啊 讓你的客人這樣觀看 就可以成為一個免費的一個廣告機了 這個廣告機啊 你不用再付什麼月費什麼都不用 你就你要做什麼 你就製作什麼樣的多媒體檔案 放上去 當然連續的一直播放 第五個啊 你可以讓你的 iPhone 變成是一個美肌的相機 然後在電腦的 OBS 上面做直播 你可以下載一個 APP 叫做無他相機 打開來之後 然後把這個參數都調好 調好之後 然後這個轉換器的這個 HDMI 就連接到你的 電腦的 OBS 上面 這樣就可以做直播了 當然啊這個 APP 要錢啊 你附完之後這個上面這個浮水印 才會消失掉這樣子 第六個應用啊 你可以將你的 iPhone 當成是視訊的來源 連接到你的這個視訊導播機 也許你在做直播的過程中 你要分享你 iPhone 上面的照片啊 或者是 iPhone 播出來的影片 比較特別注意的是說 你 iPhone 要投影到這個投影機的時候 要做直視直播 你一般買的投影機會長這樣子 要用特殊的投影機 像我們這款是手機直視全螢幕投影機 你他可以讓你的直視的畫面變成全螢幕 這樣子 這樣子你連接到這個視訊導播機做切換的時候 畫面才會是全螢幕的 你要用這個這個導播機做直視的直播 你一定要用這個直視的投影機 才可以讓你的畫面全螢幕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會看到是這個樣子 這樣就不好看了 接下來跟小朋友的教育有關 你可以用 iPhone 當成是顯微鏡的一個螢幕 你就可以用在這個戶外的教育啊 比如說你走在山上啊 你可以看到一些昆蟲 然後就會拿來當場來照 先將這個 USB Webcam 轉 Lightning 的這個轉換器 連接到電源這個電源 然後這個接口連接顯微鏡 USB 的顯微鏡 然後呢 Lightning 的接口連接到你的 iPhone 的充電線 iPhone 充電線 連接起來 然後啊將你的 Lightning 的接口連接到你的 iPhone 連接起來 然後再打開 APP 這就有畫面了 你看 你可以用在這個戶外教學啊 隨便找一個葉子啊 找個昆蟲啊 這樣只好都沒有問題的 第八個應用啊 我可以讓 我的 iPhone 手機 當成單眼相機的一個螢幕 也是透過這個設備啊 很簡單 我不要接顯微鏡 我把它拔掉 我就接我們公司的這個 FEBON 888 HDMI 截取卡 這邊就是接 HDMI 的來源 接單眼相機啊 然後連接到這個地方 再把單眼相機的 HDMI 連接進來 這時候啊 你的 iPhone 手機 就可以當成是一個 單眼相機的一個螢幕了 也不見得一定要用 iPhone 啊 你也可以用 iPad iPad 的螢幕比較大 iPad 也是可以做非無力用的 第九個應用 我要讓一般的 USB 邏輯的攝影機 或一般的 USB 的顯微鏡等等 變成一個無線的 HDMI 的攝影機 我一樣利用這個 舊款的 iPhone 手機 跟這個剛才的 USB 轉 Lightning 的轉換器 還透過一個投影器就可以了 好 我先把它連接上來之後 先上面呈現有線的畫面 你看這是畫面 這個是來自於這支攝影機 有沒有 這樣子 好然後呢 我最後我只要先最小化 我只要連接到這個白色的 這個無線就可以了 我就連接上來 然後呢 我再按投影就可以了 投影 投影上去 我把它轉個方向 按一下 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我再把剛才那個 APP 給叫出來 有沒有出來了 是不是就變無線了 然後 顛倒沒關係 我再按一次就好了 ok 這時候啊 就變成是無線的這個 邏輯攝影機了 你看我跟他是完全沒有連線哦 這樣子 第十個我要分享的是 如果你要讓你的 單眼相機或者是攝影機在這個 iPhone 上面做這個行動直播 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使用這款叫做 iOS直播專用擷取卡 這款跟剛剛講的那個是不太一樣 剛剛介紹的這個方式啊 他只有影像沒有聲音 而且他不能做直播 那這一款啊 我們的APP BDILINK LIVE 他可以做直播 而且啊 同時有影像有聲音 還可以做錄影 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啊 你這個應用可以做 連接到什麼 任天堂的switch啊 任天堂switch 當成是你的螢幕 還有呢 你也可以做這個 行進間的這種直播 影片的最後啊 我們就分享一下 這一款 iOS直播專用擷取卡 在這個 iPhone上面做直播的各種的應用 The Leila iVie iVie Him 可以 iVie iVie iVie